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今天才来求你啊 但清一楼的人却万方阻挠 霹雳山庄的雷火阵没有伤得了陆小凤 西门吹雪也答应出山 事情的发展本来应该很顺利 但出乎意料的是 雪儿却一口咬定上官飞燕已经遇害 而丹凤公主就是凶手 并强调柳渔恨也死在丹凤公主的毒针之下 再把尸体藏在床底下 你姐姐不会死的 倒是你自己要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他害死柳渔恨的时候 我亲眼看你我在窗口看到的 结果柳渔恨居然出现了 使雪儿说的话变成了谎言 连陆小凤也没有看出 那是丹凤公主和柳渔恨故意设计的骗局 好让陆小凤不再相信雪儿的话 这时候叛臣之一 丹铁山的心腹卧天青 剪腰陆小凤赴宴 陆小凤揭穿了丹铁山的原来身份 丹铁山怒下逐客领 他们已经不愿再待下去 准备车马送客 西门吹雪突然现身 要杀丹铁山 丹铁山不肯动手 西门吹雪当然不会杀手无寸铁的人 所以你也该去还债 我会 我已经约了 然而没有想到丹凤公主 却从水中冒了出来 杀了丹铁山 是谁 大金童王的女儿丹凤公主 你一定要逼我动手 一定 你不该找她的 你该找我 霍天青不愿跟丹凤公主计较 却找上了陆小凤 陆小凤为了不使好友山西宴为难 答应不跟霍天青动手 出城去吃香肉 清一楼的人 火烧陆小凤也没成功 就在她脱险归来 泡在水中怀疑丹凤公主的时候 峨眉派的四个女弟子居然冲了进来 请她赴他们掌门人的午宴 峨眉掌门人 独孤一鹤也是叛臣之一 陆小凤当然答应赴约 这时候西门吹雪已决定去找独孤一鹤动手 陆小凤担心西门吹雪不是独孤一鹤的对手 冲冲赶去想追回西门吹雪 可是西门吹雪已找到了独孤一鹤 小凤担心西门吹雪 平独鹤 西门吹雪 是 李夏苏少爷 他本来可以不死 该死的是平独鹤 很好 我就是平独鹤 好 你出剑 你杀不了我 是 你这杀人的剑法 如果杀不了人 会有什么后果 被杀 你明白就好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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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變成敗了 你的刀劍雙殺七七四十九次 的確語無其筆 你的刀劍雙殺七四十九次 你的刀劍雙殺七四十九次 西門春雪 你沒死啊? 我沒死 你看來不像個死人嗎? 死的是獨孤一賀 哦 你們不相信 連我自己也沒想到 為什麼? 你根本就生不了他 所以我才 你們趕來,我很感激 但他已經死 你們殺了他 是不是他的心情已經亂了? 不是 他的內力不济 出招後劍法就亂了 哦 不過他臨此前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了? 他說 他明白了 他明白了? 他明白什麼了? 我倒糊塗了 我餓了 你餓了? 哈 ?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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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跟在侧働媵媵的 你们干嘛都瞪着我看 你又脸上长花 你脸上就算是长了花 刚才也被人家给摘走了 你说什么嘛 我说 你平常不是不喜欢花的吗 怎么今天开口闢口的 就是花呀花呀的 你知道她,姓花嗎? 她? 她又是什麼? 花奶樓 你總該難應了吧? 哦,你們聽見,她連人家名字都知道的 她剛剛告訴我的 哦,那我們怎麼沒有聽見呢? 我們說話,幹嘛讓你們聽見 我們你說什麼啊? 你聞不出來 我還不知道 怎麼這麼說 有些事 當我是老兄 我這有個努力 找到 我看是把飯的醋毯子酸溜溜的 二妹 你說我是在吃醋 吃醋 是或不是 大姐 你自己心裡明白 人家都說陸小鳳多風流 多瀟灑 可是啊 我看他在澡盆裡的那個樣子啊 像傻瓜 笨蛋 西門吹雪啊 差多了 我看你是瘋了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使光了 我也不會去看上那個活殭屍 你看不上 我看得上啊 這就是青菜蘿蔔 各有所愛 你們看 連蘿蔔青菜都分配好了 連蘿蔔青菜都分配好了 我看得上啊 我們分配給你的 可是那個大蘿蔔 陸小鳳哦 哈哈哈哈 誰在叫我啊 我不但殺了蘇少英 現在 又殺了獨孤一鶴 你為什麼急著說出來 西門吹雪 是天生的一根腸子通到底的 她做過的事兒 你不要她說啊 她 你說什麼 西門吹雪 你說什麼 我殺了獨孤一鶴 我二師姐這麼喜歡你 你怎麼可以做出這種事情 你殺了我師父 我跟你拼了 這是我們俄眉派跟西門吹雪的事 別人最好不要管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退下去 不要被我拔劍 我們今天不殺了你 不替我們師父報仇 我們就死在你面前 死也沒有用 你們要報仇 不如先回去 把青一百零八樓的人 全叫出來 你 你說什麼 獨孤一鶴 雖然是青一樓總盤吧 你們 你說我師父是青一樓的人 他本來就是 你瘋了是不是 我師父這次來關中 就是因為知道一件機密消息 說他青一第一樓就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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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喜歡 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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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坐 可以 等我 先去 你要把二妹追回来 再来 还没找 我不走 我不走 我陪着你 我 你还认得出我吗 我永远认得你 我虽然没有变成哑巴 可是 我已经快要死了 死人 是不会说坏的 是不是 你不会死 绝不会 你用不着安慰我 我知道 我中的是毒针 毒针 好歹毒的针 不行 打起精神来 跟着我跑 快 我感觉到 我全身都发麻了 我冒冒的毒针好毒 我 你摸摸看 这伤口好烫 在这里是不是已经穿进了血 是 所以 所以 他中了什么暗器 是毒针 好 你在这陪着他 我去找一个人 你来了 我来了 你好像在等我 是在等你 你知道我会来 我知道你非来不可 为什么 你走 这里发生很多事情 而这些事情你全想知道 所以 我才等你 不过我已经知道一件事 是不是 毒针一鹤已经死了这件事 是 他是不是真的该死 他会死 跟我有关系 若不是我 死的将会是西门吹雪 是吗 我一向不喜欢妄自高大的人 而毒针一鹤偏偏妄自高大 莫无于此 所以我抢在西门吹雪之前 跟他交过手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他跟西门吹雪交手的时候 只剩下六成的内力 能让他消耗内力的人 这个附近不多 这件事情 应该瞒不过你 你应该想得到 有件事我想不到 不过也没关系 我只想问问 上官丹凤现在人在哪 这 恐怕又有一件你想不到的事情 哦 上官丹凤没再来 而且只怕他也不会再来了 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你看过这封信 就会明白了 不过这封信 这封信 都会備łe 凯便 胆凤难求 小凤回头 如果不回头 性命难留 你为什么不走 你真的要陪着我 你快别说 闭上眼睛 我把你把毒吸出來 好,我不要怕了 他們的汗還不夠多 魚毒還逼不住體外 我承認你,別怕了 這針毒有辦法去治 这封信是谁要你交给我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你也写了同样一封信 叫我转交别人 你会不会当面交给我 不会 信是留在严老板临台公案上 除了有意让我发现之外 别的我全不知道 当然 你当然不会知道 你呢 至少你应该知道 谁会写这种信给你 我 我只希望这不是严老板 在阴曹地府写来的 不对 你应该想得到 除了严大老板之外 还有谁不希望你多贯这档闲子 我想不出来 你 我 上官丹凤不会再来 如果你也不管这档闲事 那珠光宝器的万贯家财 岂非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又知道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 你这位天津门的掌门人 绝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想不想喝酒 当然想啊 你真肯帮我洗出毒针 只要你肯 我什么都愿意 我只是不想 不想闭上我的眼睛 我只要 只要看着你 石九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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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他們不喜歡你跟陸小鳳在一起管閒事 今天,他們就是逼我來,要我殺你 不然,他們就要殺我 他們要你殺我? 我來,要我殺你,要殺我 你們不是,你也不要再殺我 我喜歡你,是 Complex啟動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愛你 Trader 離開我中了,我們來 我愛你 愛你 你愛你你愛你 我怕她的老婆 她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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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的老婆 你確實這些老婆 我要走 你要走 你不是要殺我 你為什麼要走 別問我為什麼 我怎麼能殺你 就算他們要殺了我 我也不忍心殺你 我求求你 不要再管這些事情 我只希望你好好的活著 我會好好活著 你不必擔心 你也不必走 他們也不敢對你怎麼樣 不 我非走不可 非夜 別拉著我 我不走 不但害了你 也害了我自己 為什麼 不一定是為什麼 來 來 好久啊 你為什麼不早點拿出來呢 早也拿不出來 這是我一位好鄰居昨天送我的 你這位好鄰居 是哪位高人 禍修 禍修 還有一棟小樓 就在這山後頭 一棟小樓 是 據說 他是為了叫長好酒 才蓋了這棟小樓 你開吃 你吃不吃 哪種酒呢 哪種酒最好喝 哪種 偷來的酒 你最好別去, 想喝酒就得保住腦袋, 沒了腦袋, 酒也喝不成了 誰會要我的腦袋, 難道禍修的酒裡有刀不成? 酒裡沒有刀, 不過他親口告訴我, 他那棟小樓上, 有一百零八窗, 有一百零八窗 老闆, 這花園有沒有什麼機關呢? 這是你們王府啊, 你幹嘛要問我呢? 有沒有你自個不知道啊? 我, 如果你殺了一個人, 你會不會把他埋在這個花園哪個地方? 我閒著沒事幹了, 幹嘛要殺人呢? 我只是打個比方, 又不真的 我才不會把他埋在這個花園裡邊, 我會廢物利用 丟到山上啊, 餵野狗 陸小鳳怎麼還沒來啊? 你姐姐上官非燕的, 是不是去找他去了? 我姐早死了, 怎麼會去找陸小鳳? 老闆娘, 你在這兒陸小鳳早死啊? 你這個丫頭啊, 真的會騙人哪! 明明是你姐姐把我們請來的, 你怎麼說你姐姐早死了呢? 哎呀, 那是我表姐冒充的, 她們倆長得一模一樣, 從小很多人就分不清楚她們誰是誰呀 你是說去請我們的是丹鳳公主, 她冒充你姐姐上官非燕 老闆娘到底是老闆娘, 精明得多 不像老闆, 懶得要死不肯動腦筋 我這個腦筋啊, 要動在有用的事上 我正在動腦筋啊, 想辦法做一項東西, 能夠叫人哪, 給飛起來 我呀, 才不會呀, 為那個雞毛蒜皮的事犯心去呢 真的啊, 人真的能飛起來啊? 當然是真的, 你想不想飛啊? 想啊, 我想死了, 我好想飛出這裏, 她們都不讓我出門 要出門, 當然也不一定用飛的嘛 老闆, 你真好 我好想出去找那個冒牌的上官非燕 非燕 他有沒有來找你? 來過了 他會相信這些事情嗎? 哈哈哈哈 陸小鳳不笨 一根金針, 一封簡信 外家禍修的一棟小樓和一壇美酒 他要是再想不出什麼人可疑的話 他就不是陸小鳳 我也瞞過了花奶樓啊 但願是 你想, 他會去找禍修嗎? 然後他們就 回去 禍修的那棟屋子 沒有人能夠平安地走進去 再平安地走出來 那你能不能? 當然不能 所以陸小鳳和花滿樓也不能 我終於發現了一件事啊 什麼事? 你真是個天才 花滿樓 你喝酒 一點點啊 除了這麼多事 你還有心情喝酒 哈哈 你該佩服我吧 其實喝點兒酒也有好處啊 好處? 什麼好處? 當然是遇到一些你想不到的事 所以我才趕回來 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你見到三官單部門? 沒有, 我只收到一通 視通非通的信 信上寫些什麼? 單鳳難求, 小鳳回頭 若不回頭, 性命難留啊 好, 又是叫你別管閒事了 哈哈 你沒見到單鳳, 我可見到了飛燕 他沒死 沒死 不過我聽他的口氣 活著跟死也差不多 他落在什麼人的手裡 哼, 我明白了 這個人要利用他 叫你也別多管閒事隊 不錯 現在嚴大老闆和獨孤一鶴都死了 想要我們不再多管閒事的 只剩一個 禍修 是 所以你沒找到單鳳公主 那一定是小時空把她偷走 送到禍修身邊 出發有點口罩 我可被偷走公主哦 嘿, 英魂不散, 最有你的 你怎麼來得這麼巧 幸虧我沒罵你 你們是不是要去找禍修啊 哼 你呢 又是跟蹤我來的了 哼, 你錯了 我也是來找禍修的 不過既然碰到你們 我就可以省一趟路了 哟, 幹嘛 瞧你好像很忙的樣子嘛 哼, 當然了 不然我幹嘛施展輕功 在樹上趕路啊 怎麼 接到大買賣了 護送西門吹雪 回外門山莊 賠錢的買賣 哦 他要你護送 難道西門吹雪受傷了 他沒有 孫秀卿有 我答應西門吹雪 跟他一塊護送孫秀卿到外門山莊 想不到孫秀卿沒死 為什麼 因為西門吹雪很內行 他知道中了飛鳳鑽的毒 必須奔走宣洩 不能坐以待筆 難怪石秀卿死 我沒偷走公主 所以霍休育父的定金 我也不能要 盧小豬 幫幫我的忙 帶我還給他 無意自裁 四次給和尚我吧 原集說 什麼事 出來 都是家 不會 那什麼事 不會 大师姐 大师姐 让你 把 师父的 已经 迂回 而为 你 小的 二师姐 二师姐 师姐 师姐 大师姐 大师姐 节哀甚变 你要办的事情还很多 天晴 你为什么不找来一步 为什么要让大师姐 使在他们的手上 我不能不防着陆小凤 现在有件事情 只有你能去办 什么事 这和尚你看看他有多老实 挖了个洞躲在地下 偷听别人说话 还要别人赏了十万两银子 天下少见 就此一人 有什么好笑的吧 出家人物 本来就是靠施主门施舍的嘛 好了好了上来吧 哼 你老实地说 你躲在这干什么 哎 我当然是想走出青衣第一楼了 你以为我是一间 我能够未复先知啊 我躲在这等你们停下来 好偷听你们说话呀 哦 你认为青衣第一楼在这 哈哈哈哈 孙秀卿曾经对西门吹雪 说过一句话 毒一鹤来到关中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青衣第一楼 不错 所以他们中了毒针 有人要杀他们灭口 这个人呢 就是那藏酒楼上的人 只可惜老板不在 哈哈哈哈 老板不在也没关系 那一百零八道机关 也未必能难得倒我们了 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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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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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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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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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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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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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純自己的你 這有個地道,怎麼下去看看 大金銅王 不錯,我是大金銅王 他不是孤家才的十三代大金銅王 他們都是假的,我有孤家才是真的 他們都是假的,只有和尚我才是真的 我是真的 誰是真的 誰是真的 你們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把薯片都給你們 開門 人家 是否還會是 人家 啊 好香的酒 哈哈 哈哈,看來我非但沒找錯地方,還來得正時候,啊? 哎呀,我真是不懂啊,你這人耳朵怎麼那麼靈啊? 鼻子怎麼那麼尖呢? 這每次我剛找到好酒,你就會準時趕來。 哎呀,因為我聽話,而且我還帶了兩位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塊來的呢。 活力活活。 啊,行行行行,難得難得,哎呀,難怪你們能找來啊,有這個老實和尚在,當然。 和尚雖然老實,可是沒有陸小鳳聽話,所以聽話的人就有福氣。 見了這個推子,十個人裡邊,如果九個人不肯推啊,這門就開不了。 好,進到轉子不轉,就一定出不了你的九區迷鎮。 哈哈,現在停不然是不停啊,就算是不被射成的刺猬,也會掉到油鍋裡把它給炸掉一層皮。 上面臥房中的迷香,也只有陸小鳳這麼愛喝酒的人,才能進得了這地道。 不只如此,雖然迷香無毒,但也不是三兩天能夠醒的,是不是? 哈哈。 古老長,你好嗎? 一大娘龔孫子呢?我不好,哈哈。 大娘 我坐 喝茶 龟孙子 乖乖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不然 你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太好过咯 大家有什麼話您就問 我是乖乖的回答 那天陸小鳳跟你去找大通大智 找著了沒有啊 找著 只要我歸孫子大老爺找了事 沒有找不著的 他問了大通大智幾個問題 別忙我想一想 對對兩個問題 哪兩個問題 一個是清一樓的事 另外一個是霍天青的事 我的事呢難道他沒問 沒沒沒問沒問 別瞅我正在聽他們 雪兒 苗姐 是你啊 是我 誰讓你出來的 我我 姐姐啊 月月 她回去了 是啊 姐姐叫我出來的 她叫我出來找花奶樓 誒 大娘 這兩個小樣子 這來頭不小啊 哼 你這個龜孫子啊 是不是又想做龜孫子大老爺啊 大娘 這這兩個我可惹不起 你明白就好了 你 refugee 現在跟我回去好嗎 國外 我起сколько 那我自然肯已經回我家裡去 我 我 我們不用 姐姐跟我說一定要 要我找到花奶樓 如果找不到了花 她不需要回家的 是嗎 是啊 姐這麼說的嘛 了解你 知道姐就是這種人嘛 你 不要以為你偷了我的經驗子項鍊 就騙得了陸小鳳嗎 你 你 你到底是我表姐還是我姐姐 你慢慢地猜 現在跟我回去 走 不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哎哎哎哎 你 你是認識我找子 我不要 我我 等等 等等 那我 哎 你你你跟著陸小鳳講得我快死了 哎呀 對不起啊大爺 我的妹妹她已經瘋了 瘋了 瘋了 是個瘋子 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小妖精 陸小鳳知道的 走 小妖精 原來是個小妖精 有意思有意思 陸小鳳認識個小妖精 有意思有意思 哈哈哈哈 真好笑 你認為好笑 啊 哎 這還不好笑啊 這個陸小鳳她 哎 真是個小妖精 嘿嘿 好笑 好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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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太過怎麼啦 難道是個老妖精 你也知道的還是不少哎 是啊 而且我還知道一件事 你不姓霍 你真正的名字叫上棺木 不錯 你跟獨孤一賀 嚴鐵山 都是金鵬王朝的重臣 不錯 錯 你們都是受命脫骨 帶著金鶏財寶到中途來 結果見地望地都躲了起來 並沒有一約去見第十三代的大金鵬王 哼 錯了 我錯了 只有這一點你說錯了 哦 失業的不是我們 失業的是那位隨上官僅流亡到中途來的小王子 怎麼會呢 你們帶著財富他不要了 這財富不是他的 這財富是屬於金鵬王朝的 他要是找到我們 他就必須擔服去重建金鵬王朝 他不可負責 他不可負責 哼 很可惜 我們這位小王子 他既不是天丹也不是光武 他既沒有雄心也沒有大志 他只想吃酒逍遙 平平靜靜地過一對子就算了 阿彌陀佛 好義無老的人 當然成不了大事 可是他為什麼要來找你們呢 以前也不是沒有人來找過我們 外國的幾個老傢伙 你們總看到了吧 都是冒充的 我佛 齒輝 這市場貪心的人太多了 他們貪心 他們想發財 好 我就讓他們一天到晚對著金銀財寶 他們想過國王的眼 好 我就一天到晚叫他們穿著龍袍 坐在這個王位上 你不是個君子 是君子 就不會用這種法子在人 罪過罪過 天道不爽 報應循環 老施主 你可別做得太過分 老和尚 你是不是真的老實啊 罪過罪過 和尚我一向老實了 那你總也看得出來 我並沒有虧待那幾個冒牌和我啊 傀儡世界 玩好深夜 還是 罪過罪過 哈哈 不對 什麼不對 外面那三個人是假的 那丹鳳公主呢 難道他們那夥人也都是冒牌的嗎 哈 我花了二十萬兩銀子 請小司空 把上官丹鳳給偷來 你以為我想幹什麼 是啊 我也正想問你你想幹什麼 我想燕明他的真假 哈哈 誰知道啊 這小司空偏偏是你的朋友 把我的定金拿去了 結果也不提我去做事 阿彌陀佛 小司空偷的銀票 他試捨了給老和尚 你看看 這不能兌現哪 哎呀哥 這他倒真大方啊 哎呀 是不能兌現半張嗎 好 他能試捨給你 我也能試捨給你 來 我把這半張給你湊起來 湊成一張 和尚 這總能兌現了吧 我女同父 來來來 老是和尚 你別打岔行不行 啊 行行行行 透氣不成摔了八米吧 哼 不是 至少我知道 上官丹鳳在你的手中 誰說上官丹鳳在我手裡 當然是我說的了 老弟啊 我看你今天好像出了不少的錯了 是嗎 啊 是不是 是不是陸小鳳變笨了 不是笨 是我的腦袋瓜子變大了 既然上官丹鳳不是在你的手中 那上官非燕呢 什麼 哎 老弟啊 我看你今天的毛病越來越大了 哦 這個上官丹鳳 他是什麼樣我見都沒見過 那你現在突然間又冒出一個什麼 上官非燕了 這上官非燕名字我都沒有聽說過 這 哎 難怪嚴大老闆一聽到我說他就是嚴厲本 馬上就要趕我們走 哦 原來他把我當成是騙你們的人了 我還以為你認為他是惱羞成怒呢 換了你也會這麼想啊 當然啊我當然會這麼想啊 人情之常啊是不是 哎可是我還是有些不懂 什麼不懂 你們跟小王子有四十年沒見面 現在見到面呢 你是怎麼分辨他的真假的 當然能了 為什麼 這是個秘密 什麼秘密啊 這個秘密啊 只有我們四個人跟小王子知道 因為大金鵬王朝 他們每一代帝王所生的子女啊 都是一語常人 他們的子女 每個人腳上都生了六個腳趾頭 哦 所以你才知道外面那三個人是假嗎 這個秘密就算是別人知道了也沒有關係 想找腳上長六個腳趾頭的人還真不容易 我活了這麼大還沒見過第二個人 哈哈哈哈 連我也沒見過 連我也沒見過 能找四條眉毛的當然也有 看樣子 只要我能夠找到金鵬王朝那個大金鵬王 把他的鞋子脫下來就能夠證明他的真假 還有老公 那是很簡單的 那是一個大金鵬王 他要怎麼說 那是一個大金鵬王 你真不是個正義君子 我告訴你老爹 這年頭做君子不難啊 像我這樣一看到完房子人家假冒大金鵬王朝的人 這才不容易呢 這飯 但願這次找我的人是真的 不然我就把他給接了 用外面的三位做個飯